大家都说顺风局看逆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一局逆风局 来看这一把队友的战绩 0-8 1-5 总比分的话也是17比26 这把拿什么赢 这一局我们是没有辅助的 因为和队友抢位置了 但是前期我也是有打出一点优势的 这波来到中路 看到程咬金他的状态不好 我们这一波二技能吹到 等他上去吃血包 我们一闪直接给他抬走 但是好景不长 我们这边还是出现了劣势 边路一直被压 然后我们也支援不过去 只能回到中路 把我的中路一塔守好 这里教大家怎么打婉儿 只要越怕他下一步 毛笔飞过来 位置把他吹起来 一般的话 我也只是怕带进化的婉儿 直接配合队友抬走 上路出完是下路肯定也是要出事的 这一波下路就直接炸了 队友也是直接选择了投降 逆风局首先要稳住自己的心态 鼓励一下队友 要知道逆风局不是一定会输的 虽然这一波对面在压下路 但是我还是选择先轻中路的兵线 他们顶多只能推掉一个二塔 如果他们推掉二塔直接往中转的话 那我中路一塔也没了 那这局就更难打了 所以我们要顾全大局 接着我们要寻找一切可以创造机会的机会 下路一个马超在丹带 他这走向要来红区的 就在这里蹲着他 他半管血 我是可以直接给他秒掉的 这就是寻找突破口 现在是十分钟 对面准备压上我们的高地了 我们的站位尽量往后站一点 因为对面婉儿随时可以飞上来 前面说过了 打婉儿只要越判他下一步 毛笔过来的位置 把他推起来就可以直接秒掉 对面现在少一个人 我们可以以多打扫试着去打一下 蓝这个大招推的太好了 找好机会就果断去开鱼机 不要怂 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这波残血反杀999啊 简直六番了 你以为我会说暖暖的很贴心吗 打出了优势 我们就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马超很靠前 我们直接配合队友将其秒掉 逆风局玩的就是以多打扫 对面婉儿要飞上来 没二技能 我们直接往后走啊 但实在是经济相差太多 队友都扛无助 这波也只是一个二换二 我们还是赚的 大家来看我的经济 已经比对面的鱼机还高了 所以我一定要对得起 我前面说的那句带飞的话 先打马超一波状态 看小地图 鱼机正在往下转 那这一波对面 势必要来红取和我们打一波啊 不要急 慢慢去找机会 不用管队友这波怎么打 这个草很容易被对面忽略的 我就在这里蹲着 别急 鱼机来了 我们直接上 即使他出了魔女 但我这套装备 我是不怕魔女的 我早就说过了 胜利的天平 已经慢慢向我们倾斜了 先把这层妖精给抓了 但是这一波 我没有扛住婉儿的伤害 虽然我把它给吹起来了 但是还是寒恨倒地 但是有了这一波 我发现只要我没了 队友的团战绝对是打不过的 所以我不能再倒下了 三路高地全破 顶着巨大的压力 但是这一波我们一定要守中 拉三指看一下战况 让队友先上 等着鱼机上来 目标明确 一定要先秒掉鱼机 还好我先把鱼机给秒了 不然这波肯定守不住 打出优势 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 让加罗去摸中路的二塔 我们把蓝给拿了 再把下路的兵线给断了 因为三路高地全破 不断掉一波兵线 那兵线压力太大了 很容易就输的 终于到了最后的一波团战 我们绕到中右塔 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 我要对得起 我前面说的那句带飞的话 这波零换四的团战 直接翻盘 剩下的陈咬金 也只是无力回天而已 所以大家遇到多大的逆风 都要坚持下去 因为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放弃 我们今天看招众 剧边章的流程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